这对夫妻是早年留学来美国 非常精英的一批人 在美国也是兢兢业业的工作了 接近40年 之后存了一些钱 买了6套房出租养老 大家好 我是顾允琼博士 袁女士在美国加州奥克兰有6套房产 本来预计每个月的租金都有上万美金 结果在新冠期间通过的 禁止驱逐租客法令出台之后 无良租客们就开始拒绝交房租 其实其中有软件工程师 年薪12万买了奔驰车 居然也拒绝交房租 数据统计 新冠以来在奥克兰地区租客欠租达3亿美元 我也是很多年的地产经济 和有着非常多年的出租经验 深刻知道买投资房位置的重要性 在奥克兰的房子便宜 但是不良人员太多 并且在挑选房客时 一定要从收入信用和无犯罪记录 这三个合法的问题出发挑选租客 其实在美国的好区 驱逐不交租的房客很快 比如西雅图贝尔维忧区 在房客规定日子不交房租5天后 就可通知房客即刻开始驱逐程序 在三天之后可以给当地法院提交申请 大概一个礼拜后 可以面见法官要求开始驱逐程序 从开始到可以叫警察来驱逐房客 一般就是25天一个月内 即可赶走房客 在美国跟着流程走 赚的钱安全又放心 在美国跟着流程序